找什麼 要找的範圍 這邊因為等一下我要向下填滿所以把 這個範圍給鎖起來按F4 按確定 31就出來了 那底下的話可以講向下填滿 就出來有沒有發現 北投24 信義兩家為什麼信義反而少 OK那最多的話是中山區 那這個數字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跟我們的App 讓他程式跑出來的一不一樣 有沒有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用那個 不一樣但是 我說不一樣的層就是他這個地方是用程式來撇的 但是最後的結果如果以Sale來做 會是一模一樣的 那他做了什麼事情呢基本上我剛剛程式部分的話 剛剛這一這一行 這些程式嘛 這個是指的是 總共有幾區 裡面的話呢 每一區裡面有幾家 那就跑 那做什麼呢 就是 在那一家上面要加一超連結 點進去之後的話呢 能夠再把他的什麼呢 他的名稱 跟他的地址 還有他的電話 放到超連結裡面 可以秀出來 OK所以 這邊的話主要在做這些事情 那最後再把他放到超連結裡面 就完成底下的動作 OK不過這個我想 對各位來說 應該有點難度啦 所以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就是有旅館然後點擊的話可以跳過來 那下一次我想 我們就是 再把它改成靜態算 不然的話這個對各位來說 光看這些 應該是 非常的 辛苦的一件事啦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試試看 那也就是說 可以試著用什麼用那個Excel把前置作業呢 先做出來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來看一下 如何把這些資料 再把它做一個 整合 可以把它改成靜態的好了不然的話這個 程式部分要能夠真的應用恐怕有點 困難 困難